就是我会对她产生兴趣 就是我会对她那一部分产生兴趣 但我有个问题 纯纯身上有什么点 让你觉得 有两性之间的吸引力 其实我也好奇 我是觉得 泽泽有点 前面她不是有点受打击吗 她可能想要好奇 对 可爱 可爱 可爱里头 又不是真可爱 不是真可爱 把那个可爱换成幼稚就好了 可爱不是真幼稚 就能理解了 我是觉得 应该纯纯还是有 另外一面的 就我能很明显地感觉到 就是我会对她产生兴趣 就我会对她那一部分产生兴趣 那我有个问题 你觉得 你现在 就是对 岛上女嘉宾的 这一个两性之间的吸引力 会变吗 她在眼外直接问自己有没有可能 就更有可能会成为我男朋友类型的那种 会是蜂蜂那种性格的人 我觉得很难 是吧 但是你确实 像我们今天我们见面 会发现一些你很 你觉得 非常欣赏的点 会有 但我总感觉 欣赏的点跟两性吸引力这东西 就不是一个体系逻辑的东西 我摆直了 直接拒绝了 而且拒绝他 然后我觉得你对某线不感兴趣 这个事情很难改变的 不感兴趣 好直接啊 好直接 蜂蜂 蜂蜂挺好 你对某线不感兴趣 这个事情很难改变的 对 可能是 你还 friendship 对 你看这 就是刚刚说的的那个 啊 对 他试探过蜂蜂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得经常来新客人 才会比较好 我也觉得 赶紧多给我来几个男嘉宾 赶紧多给我来几个男嘉宾 最好把十二张床都睡完 但我觉得他们俩这个对话挺好看的 我觉得峰峰的心思特别敏感 一下就理解了她的状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